小富妈实属惨 明明有一颗可以在北京买栋楼的红宝石戒指 却被傻儿子送上了太空 小富还没名其约家里不差钱 大雄想找媳妇共读粮宵 可静香又被这大雄跟学霸约会了 要想日子过得去 头上必须有点绿 这时蓝胖子带来了一手货 行星探索套装 这虽然是未来的儿童玩具 却可以真的飞向太空 如此明目张胆的炫耀 就应该想到后果 蓝胖子钱包直接被掏空 作为回报 法国头罗烧安排上 套装中只装了必要的物品 其他材料家里都有 那就是铝制品 因为实际上 微信的机体部分都会用到铝 小富来到厨房 就是一顿风驰电车 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给收了 这可都是法国进口的铝制品呢 首先在引擎上贴铝箔纸 大雄小心翼翼 怕我选择简单暴力 眼看大雄想糊弄人 蓝胖子劝大家一定要仔细 可小富偏偏听不懂猫话 终于在每个人的不懈努力下 内星的雏形终于完成了 最后在喷上装饰喷雾 来个锦上添花 就到了揭秘时间 大雄的一号机 妥妥的小黄人的买家绣碗 胖虎的二号机 怕不是要在太空中开野上汇绑 小富轻甩飘逸的刘海 揭开了三号机的面纱 只透露出三个字 财大气粗 而这趟宇宙之旅的高潮 就是从宇宙中带回自己的物品 可大雄两手一掏 球的啥都没有 还好胖虎及时归还了借走的书 胖虎则是麦克风 小富则拿出了传家宝 只能有这个红宝石 才能彰显小富的身价 蓝胖子去外星藏好物品 随着倒计时的喊出 大家的火箭一同发射 随着火箭的升空 忠人来到操控室 胖虎刚刚用拳头 逼蓝胖子拿出高端操控室 可下一秒 大家就身临其境 拉起纸片 操控室内就真的出现了手柄 随着气球的破裂 火箭冲向了太空 可以听说到达目的地 还有一个点 大家直接泄了气 摘掉3D眼镜 就要去当个干犯人 火箭进入预定轨道 蓝胖子激动的不行 大雄三人却悠闲自在 接下来 就到了搜索自己物品的时间了 小富率先出动 凭借着熟练的操作 率先在山脚下 发现了自己的红宝石 顶到空地上轻松抓起 胖虎也成功抓住了麦克风 可到了大雄这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晒一架果然还是不靠谱 只能求救 NPC一蓝胖子了 来到外星 举起物品 可大雄一顿瞄准 差点把蓝胖子的大圆脸 给揪下来 本以为可以顺利 飞回地球了 可小富的火箭 偏离了轨道 一问才知道 为了火箭的帅气 小富竟然脱工减料 大雄提议用任意门 可高速运动的火箭 任意门也追不到啊 所以在北京买动楼的红宝石 就要这么没了吗 当然不会 有一种希望叫做友情 众人一起来到操控室 为了追上小富的火箭 炮虎主动丢弃了麦克风 减少重量 成功抓住了小富的火箭 三人的火箭对接成功 可小富的爪子松动 大雄一波操作猛如虎 接住了红宝石 三人向着地球进发 可跟大气层的摩擦 让火箭纷纷解体 只能寄托于大雄的火箭了 老妈找红宝石找得喜劲疯狂 还被天外莱克炸出蘑菇云 40米的深坑中 惊现一只手 红宝石解救行动终于成功了 那么如果可以带一件物品去外星球 小伙伴们会带什么呢